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新爱琴·拜尔钢琴基本教程》的系列课程 我是若涵老师 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以讲解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大音符版的拜尔为主 为了更好跟进我们的课程 您可以在《新爱琴》微信公众号里 购买到这本教材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拜尔第一课的变奏期 变奏期的前面 它先带大家又重新认识了一下 休止符 这个休止符它写了几个例子 最前面的是全休止符 然后是二分休止符 四分休止符 八分休止符和十六分休止符 它把这些给大家列出来了 这一行的五个休止符里面 每一个休止符 都比前面的一个休止符要短一倍 但是在我们的拜尔 这次用到的这些课里面 没有出现那么复杂的休止符 就只出现了四分休止符 它和四分音符是一样长的 学生在弹奏的时候 一定要把休止符的地方唱出来空 一定要唱这个音 不然是没有心里这个概念的 尤其是像变奏期 因为它是梅小节的第一拍 是正拍上的空 这个特别重要 正拍其实是韵律中的强拍 所以这个拍子特别重要 一定要把它读出来 不然心里会没有概念 心里那个重音会是乱的 这几个关于空拍 关于休止符的练习 重点只要把休止符的长度数清楚了 其他的地方弹奏都是前面有过的内容 我现在给大家弹一下 我也把空拍都读出来 变奏期 如果学生只是自己弹 不和老师一起弹两个人合作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不是太容易理解 为什么第一拍上是空 很容易把弹出有音符有音高的那第一个音作为重音 这个时候加上教师弹奏的部分 两个人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那么在刚开始跟教师合作的时候 学生更要注意要把空拍唱出来 不然两个人的音乐会是错开的 接下来就请大家观看 我和学生一起给大家弹奏的编奏期 好 大家看完了我们一起的演奏 是不是就对正拍上的修纸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知道这一段小的旋律正拍应该在哪里 哪个音是最重要的那个拍子 好 那么变奏七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接下来咱们说变奏八 变奏八是一个四三拍子 四三拍子是一个圆舞曲的拍子 它相对于四四拍音乐会显得更远一点 有一种能荡起来的感觉 另外变奏八还有一个和其他几条变奏都比较明显的差别 就是它不再是四小节一句 它的第四小节有一个到第五小节的连线 并且连了五个音后面有一个so 在变奏八的第五小节有一个单独的so 这个so和前面的句子没有连上 所以它的前面要有一个小的分句 然后它的后面也有一个空拍 这个空拍也在正拍上 也一定要把它读出来 我现在给大家谈一下 大家注意我的分句 大家注意我会把空拍的位置读出来 空 这首曲子教师的部分是一个比较安静的音乐感觉 我会觉得有点接近摇篮曲的感觉 大家可以听听看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定期给大家解答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跟空拍摄 加配